这么多的项目,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 你最喜欢的运动员是哪一个项目的运动员呢?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冬奥会的运动员们吧! 在1924年举行的第一届冬奥会上, 来参加冬奥会的代表团只有16个, 他们参加的比赛项目也只有16项,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共有258人。 到了2018年,第23届冬奥会, 来参加冬奥会的代表团达到了92个, 他们参加的比赛项目也有102项了, 而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更高达2914人。 而中国代表团在1980年第13届冬奥会上, 第一次参加了比赛, 中国一共派出了8名运动员, 参加了滑冰、滑雪、 现代冬季两项的18个单项比赛。 但是很可惜的是, 没有一个人进入到了前6名。 自那以后, 中国大力发展冰雪运动。 到了1988年, 加拿大卡尔加里第15届冬奥会上, 中国代表团的李衍获得了短道速滑表演赛1000米的金牌, 还获得了500米和1500米的铜牌。 大家看, 下面的这张图片是李衍现在的照片, 而上面这张就是在1988年, 他获得金牌的时候拍下的珍贵的照片。 大家发现了吗? 他就是刚才在给我们介绍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的视频里面的那个人。 他现在也是中国速度滑冰的总教练。 在他的带领下, 中国速度滑冰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其中, 最有名的一位运动员就是王蒙。 王蒙在2006年的都陵冬奥会上, 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冠军。 四年后, 又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夺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 1000米以及3000米接力的金牌。 下面, 让我们来看一看赛场上的这对师徒俩吧。 我们看到王蒙获得了比赛的冠军。 他的教练李衍跟他一样都非常的激动。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的运动员吧。 下一位要介绍给大家的冬奥运动员就是叶乔波。 在第16届冬奥会上, 中国队获得了三枚银牌, 实现了冬奥会正式比赛奖牌零的突破。 运动员叶乔波在500米和1000米速度滑冰的比赛中, 分别获得了两枚银牌。 下一位要介绍的是杨阳。 在2002年的冬奥会上, 来自中国短道速滑队的运动员杨阳, 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夺得冬奥会金牌的运动员。 我们看到王蒙是夺得最多金牌的运动员, 可是杨阳是中国第一位夺得冬奥会金牌的运动员。 下面一位是韩晓鹏。 韩晓鹏在2006年的都陵冬奥会上一名惊人, 他在决赛中以250.77分立错群雄, 以完美的两个动作获得了都陵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金牌。 也是中国第一枚自由式滑雪项目的金牌。 在刚才介绍冰雪项目的时候, 大家在视频里面也看到了他。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获得金牌时候的激动时刻吧。 冬奥会金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在比赛中韩小鹏的两跳都非常的完美 大家还记得吗?空中技巧比赛被称为什么? 对,是雪上杂技 可以想象它有多么难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冬奥会运动员 首先要介绍给大家的是韩国的运动员 这位运动员叫金炎儿 她是1990年出生的韩国运动员 7岁就开始学习花样滑冰了 2009年洛杉矶世锦赛上 金炎儿以创造女子短节目和总成绩两项记录的成绩获得冠军 2010年冬奥会 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 金炎儿以短节目 自由滑 总成绩228.56分 刷新历史最高分记录 为韩国夺得首枚 冬奥会花样滑冰金牌 并成为花样滑冰历史上第一位 即冬奥会 世锦赛 大奖赛总决赛 四大洲赛 世青赛冠军 于一身的女单得主 下一位要介绍给大家的运动员是浅田真央 她是一位日本花滑运动选手 是亚洲第一位三次夺得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金牌 并赢得三次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单人滑选手 也曾夺得三届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头衔 与三次国际滑冰联盟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冠军 她还获得了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女子单人花样滑冰银牌 更因成功在赛事中完成了三个完美的阿克塞尔三周半跳 而使得该项成绩被记录在世界吉尼斯大拳中 她是史上首位于大奖赛系列 夺得所有分战赛以及总决赛 共七项赛事金牌的单人滑选手 她在2014年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 以78.66分刷新了短节目分数的世界记录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她在比赛中完成的三个完美的阿克塞尔三周半跳吧 Mao Asada had to skate After that Kim Yun-Ao had to skate after Mao Asada's triple axel Mao Asada Mao Asada World champion in 08 Four times the Japanese champion The first lady to land a triple axel in the Olympic competition She did it in the short program This left her in second place behind Kim Yun-Ao Well let's hope that she's able to take this energy in the building And use it for herself She has the same pressure from her own country To live up to expectation The first two jumping passes both triple axels She made history in the short program The first woman in olympic history to land two triple axels in the same competition The first woman in olympic history to land two triple axels in the same competition The third man in history to do three triple axels in the competition ev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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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解说员都已经惊呼了 好,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男选手吧 这位选手叫普鲁申科 她是俄罗斯花样滑兵男子单人华选手 在2006年度,在2006年《羽毛选拳》 和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获得了银牌 也是三届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冠军 第七届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冠 四届国际滑冰联盟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冠军 十届俄罗斯花样滑冰锦标赛冠 十八次国际滑冰联盟花样滑冰大奖赛分战赛冠军 世界花样滑冰青年锦标赛冠军 欧洲青年奥运会冠军 友好运动会冠军 在俄罗斯他是非常有名的运动员 下面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滑雪运动员 奥拉比约莱伦 奥拉比约莱伦的绰号叫国王 他曾在2002年冬奥会冬季两项项目上 一人独得男子十公里 十五公里和十二点五公里 追逐赛三枚金牌 被誉为冬季两项之王 2014年索契冬奥会 比约达伦连续第六届参加冬奥会 在冬季两项男子混合接力比赛中 比约达伦与队友通力合作 以领先第二名32秒6的巨大优势 夺得金牌 从而将自己获得的冬奥奥奖牌数增加为13枚 成为冬奥会历史上夺得奖牌最多的选手 下一位要介绍的运动员是劳林威廉姆斯 他是一位美国运动员 与前面的运动员不同的是 他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女飞人之一 在2005年的赫尔辛基世界田径锦标赛上 威廉姆斯以10秒93获得了女子100米比赛金牌 在2007年的大百世锦赛上 代表美国队再一次获得女子4成100米接力赛的金牌 然后他转战冬奥项目 2014年冬奥会上 他夺得了女子双人有舵雪橇银牌 原来他是一个田径运动员 现在他转向成为了冬奥运动员 下一位运动员叫肖恩怀特 他是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 曾获得2006年 2010年冬奥会单板滑雪 U型潮男子冠军 绰号飞翔的番茄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单板滑雪选手 最有才能的单板滑雪选手之一 他不仅在几乎每一场他参加的单板滑雪比赛中获胜 而且他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他在比赛时的场面吧 怎么样 他的动作非常的流畅 对吗 那么这种比赛也是非常的刺激的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德国的运动员 佩西施泰因 他是德国速度滑冰女运动员 是德国成就最大的冬奥会选手 一共获得了五枚奥运会金牌 两枚奥运会银牌 两枚奥运会铜牌 在1994年的冬奥会上 他用出色的表现改写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战胜了夺冠大热门斯内特曼 好了 以上就是老师要介绍给大家的运动员 有没有你喜欢的运动员呢 你最喜欢的运动员是谁 欢迎大家告诉老师 也可以想一想 在你的国家 有哪些运动员参加了冬奥会呢 好 今天的作业 请大家问一问身边的人 他们最喜欢的冰雪运动是什么呢 你们是否参加过一些冰雪项目的比赛 或者冰雪运动呢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欢迎大家告诉老师 好吗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再见